喜運財星順利全部馬筆準備 拖擋三場四班1600位賽事準備 兩倍的明列前茅 一開閘時前面快閘的馬 見到中檔有這隻定組 在外面位置還有歡欣星 最出那邊還有贏得 中間位置新標誌 內欄那邊還有田蜜一角 中間灰馬就是彩莉 後一層的馬 明列前茅非洲之光 在外面紋武精神最出粉紅衣露露法 內欄有必詳勝 後面的三匹馬有無雙小指 喜運財星淺藍衫 包座落尾是尖尖大少 接近一千米段柱 前面帶頭的馬就是這隻歡欣星 定造緊隨第二位 後面第三內欄位置 就是田蜜一角 在中檔第四位還有粉紅衫 就是新標誌 內欄灰馬彩莉 外面贏得 在後面那一層 才見到外面有露露法 流到口馬馬都不走 中間還有明列前茅內欄必詳勝 後面的馬匹就是文武精神 非洲之光 尖尖大少在尾三 尾二位置起運財星 包座落尾無雙小指 開始要比 轉回中間 前面歡欣星帶著定造 內欄第三位 好位有田蜜一角 中間新標誌也有 中檔跟著新標誌出 還有明列前茅 在外面有贏得 外面露露露法 大外當是非洲之光 鬥到最後三百位左右 前面透出就是定造 中間位置有新標誌追著他 在外面有歡欣星 中間明列前茅上來 在外面還有露露法 中間是贏得 鬥到最後一百米 新標誌騎幾步 先出來 明列前茅一直咬上來 再在外面還有露露法 接近終點的時候 新標誌依然是佔先 都有機會贏 明列前茅第二 第三名露露法 第四名就是這隻贏得 結果這隻新標誌排到好位 一直在裡面的位置 大家都是初次跑千六米 排到好位 結果新標誌在這裡贏 明列前茅第二 露露法第三 第四是贏得 新標誌 首個位不同 起步順利 沿途咬著步速 入直路一騎 一直均速著 明列前茅追上來 不算很厲害 開面露露法 跑過第三 中間的贏得 跑過第四 六九五七 六九十倍Q 即六號有九倍WIN 好 看回這場的巡邏影片 好 見到 定做就走了 寬陣星也是慣性 上次走了 今次沒理由不走 結果一齊 走在前面 不過步速不是太快 尤其是第三段 所以佔先主動的馬 都不錯 這個時候 我也有想過 那隻彩利會不會一直頂著我 新標誌 不會 都不夠頂的 因為這隻彩利還要去 接著我們看到 開面的贏得 其實今天網空了 直到那個勢頭 保持得住 好 不是大步 其實看到馬 反而那隻路路法 他始終都未完全改善 他這個僵口 進不去 對上兩三場 可以說三四場 梁家俊跑也好 李保利跑也好 沿途就是經常 跟騎士在那裡鬥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但是今天這隻馬 回來 依然有得衝 跑到第三 即是告訴你 他落到第四班 只要他的僵口 他真的打橫走 加上那個placing 又不是很快 他進去那裡有些資助 你看看 他現在都未完全改善 進到直路頭 還在那裡鬥 在那裡擺 可以不可以的 你這麼早地鬥 對下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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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間那一隊 已經鬥了一塊 新標誌 另外可以相關 前矛 兩隻馬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小也不算 今天那隻甜蜜一角 在這樣的位置 很快已經散了 去到尾三 尾二 非洲之光都不能交給你 一邊被人咬著